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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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胡皮膜出门买菜 李瑞香就会一直站在门口等他回来 尽管生活中有诸多不便 但老两口始终恩爱和睦 人们普遍认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是可以给人增售的 无皮膜和李宗盛之所以长寿 难道是因为他们家庭和睦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缘故吗 在中国人看来和是协调和谐的意思 故事后 故事后 人们把天地人之道归于一个合字 老子说万物复阴而抱羊 充气已为合 认为合气是天地间阴气与阳气交合而成之气 万物皆由合气而生 人的长寿之道也蕴含其中 人们相信 合能带给生命信心和勇气 能战胜自然灾害 平息人类纷争 让生活变得和谐兴旺 因此 第一世上很多父族都会把对合的希望 寄托在自己崇拜的图腾中 中国云南省普尔市的翁基古寨 是一个歹族 布朗族和拉库族 郭民族聚居的村寨 这里古树参天 竹楼相连 优美的环境里 生活着不少长寿 打牙舞漂亮 漂亮 不香啊 大姐 大姐 你好 大姐 你好 不是大姐 是大姐 是阿婆 阿婆啊 阿婆 你好 阿婆 你好 来 我问你 您多大岁数了 28 78 78 78了 为什么穿这么漂亮啊 这位七十八岁的阿婆 叫妮饼 虽然她不能完全听懂我们的话 但是还是连笔带话地告诉我们 今天是寨子里祭祀寨心的日子 大家都在为祭祀做着准备 大尔饼 是这个寨子里最年长的老人 今年99岁 村里的人除了十分羡慕她的长寿以外 对老人还非常敬重 因为老人是翁姬古寨债寨心的创立者之一 一切啊 这个寨子 这个 流浪嘛 就是太清晰了嘛 他就是说呢 翁姬古寨的寨心 是由几块石头围住的木桩组场 木桩不高 也不追求装饰华丽 但人们相信 占星具有某种神奇的生命力 与人的寿命夹一相连 这带什么东西啊 古人崇拜自然 大多是被自然的力量所折服 在今天的世界各地 古代对生殖图同的信仰 依然被很多人演习着 他们选用最具代表性的国土符号来祭拜 以此表达对自然的畏惧 和对生命的渴望 债子里人口的兴旺 老人的长寿 都是人们虔诚祭拜的最好体现 这个大自然它伟大在哪里 它体现了一种伟大的道德 对吧 这个周一里面讲 这个天地它最大的德 就是生养万物 生生不息 所以我们古人经常是 从自然里面来找到的 所以我们人应该学这种道德 这个人的德跟天的德是合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债心 只有规范人的德行的作用 人们相信 只有尊敬长辈和善待人 才能使自己的寿命得到延长 对自然的崇拜 是远古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生命现象的探究 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考 中国的道家 一只马长生不老 无缘不忍 作为人生大追求 追求道 挺真 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最高境界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老子百六十岁 以其修道而养生也 英国李悦文明 博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 道家思想从一开始 就有长生不老的概念 而世界上其他国家 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这种长生不老的思想 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 道家始祖老子 全部养生学说的精华 就是崇尚自然 天人合一 其核心就是反复归真 千百年来 崇尚道家思想 过简单自然的生活 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选择 而当这种精神 被历代的思想家们提成和升华后 就成了中国人一种带有 超然意味的人生态度 不论是帝王将相 还是普通百姓 几乎都被这种共识所吸引 并有意无意的在自己的生活中 加以实施和放大 一百零五岁的长寿老人邱又全 家住中国广西的招平线 虽然年事已高 但她还是每天都要上山砍竹子 回来编竹筐 自从两个女儿先后嫁到外里 邱又全就和侄子邱桂树一起生活 邱桂树和家人一直对老人照顾有加 老人也总是乐呵呵的 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这些 哦 这是你们家的户口本 这个门色就是她的 哪个 这个 邱又全 哦 是 1907年 是的 那您年轻时候 一天能砍多少根竹子呀 因为是我一天的 我给他 få到二天 然後我给你媳妇 我说天天 会嘅 习喊的 我说天天 不得死 死 这天呗 就试着 一日里邱又全最爱做的 就是劳动 干活是他生活的最大乐趣 尽管邱桂顺不用意让老人受累 但邱又全还依然想着干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自己干了活 赚了钱来设计方便自己 不用问我们的 他只是这样的 他想自己赚钱 不给我的负担给他 就是这样 他这人我很敬佩他的老人 为什么 我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了 然后也外言了 在邱桂顺看来 自食其力 不与人争 平淡度日的邱又全 是一位仁德的长辈 他长寿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他有好的人品 更是因为他的这种生活态度 你们感情非常好 我希望他强少爷 来吧 这个汉代的有一位很著名的思想家 叫做董东书 董东书在他的春秋盘录里面就讲到 为什么说仁者受 其实他讲得很简单 他说仁者为什么会受 因为仁者 外无贪 内清静 整个心态是 中正平和 所以他就受 2011年农历十月初六 已是深秋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纳里村新屯的大多数农户 已经收割完稻谷 61岁的村民廖美平 一早起来就屋里屋外地收拾了 几天前 家里人请了邻村的道工 根据他的收成八字 看了凉成吉日 要在今天为他补凉 卖凉啊 卖凉啊 什么凉 卖六一凉 有福有卢 有金银财宝 有祥祥百祥 哎 熬了熬了熬了 补凉是巴马壮族 民间的一种兽文化习俗 当地人认为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 他们命里的粮食将要用完 也意味着寿命快要终结了 我们为妈妈做这个补粮 主要是让妈妈颠受 廖美平家的厨房和后院 挤满了来帮忙的人 大家为补粮准备着各种菜肴 花米饭的做法是 用树叶等植物做染料 把米染成红 黄 黑等各种颜色 放到锅里蒸熟 表示粮食丰足 而且品种繁多 是祁远人寿年峰的传统做法 过去有一种迷信的色彩 但是实际上我们研究不是迷信的色彩 它只是用一种迷信的色彩方式来传播下来 实际上它是一种当地对珍重老人 热爱爱护老人的一种方法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类似补粮这样的兽文化仪式 是子女们的孝心所致 它让尊老敬老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强化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存在于人们日常行为中的尊敬孝顺之风 会对后辈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善待老人这是一种美德 我们善待老人是作为一项制度 未经以后甚至要进入法律 所以这个时候它才是健康的和谐 早在商周秦汉时期 中国人就提倡全社会尊老敬老 并世代传承下来 几千年来 中国人的孝 是维系社会家庭和谐的最基本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和谐 有赖于孝涕之道的存在 孝是儒家重要的伦理概念 在中国人信仰中 孝涕是德行的最高表现 西晋时从小由祖母刘氏抚养长大的 彭山人李密 当祖母有病时 她夜里依不解代的侍候祖母 平时的饭菜汤药 她总要尝过之后才端给祖母服用 为了祖母 李密写下一篇陈情表 不惧朝廷为官 由此成为中国孝道文化的一个典范 对孝的延伸 就是对于父母 对于自己的祖先 对于整个社会的 甚至于每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不可能只靠自己 那这个社会都是互相绑成的 你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的 2011年10月的一天 中国广东省台山市上川岛的北斗乐冲村 一大早就热闹起来 人们在为一位老人的寿宴忙碌 听说这个今天过生日 老人家 我的山寿 在哪 北斗乐冲村 只有十多户人家 小小的村落道路似乎发大 清一色灰宝白墙的小平房 显得干净了 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 邻里友善和睦 也是这个村庄的传统 无论谁家有事 全村人都会前来帮忙 今天的兽星是81岁的李承傅老人 他还有两个哥哥 94岁的大哥李承春 和92岁的二哥李承基 兄弟三人感情很好 从来没有红过脸 遇到问题 总是相互商量 他们三兄弟 从来不会吵架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66年 邻居们说 李承春三兄弟 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他们的爷爷奶奶 都曾经是这一代 为人亲和 德高望重的老人 奶奶活了96岁 爷爷活了103岁 以仁立家 以德教子 以何为贵的品情 在这个大家庭中 从来没有失传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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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和谐 实际上它是营造了一个 相互关爱 相互支持的这样一种氛围 那么在这种相互关爱 和相互支持的氛围当中 体现了尊老敬老 求同存异 的这样一种价值的理念 孔子说 智者要水 人者要山 智者动 人者静 智者乐 人者受 在他看来 一个人不把生活在哪里 无论生活是好是坏 都要怀着 宽厚人爱的心 智慧的 面对世上的人和事 这样才能长寿 中国广西桂林的黎江 往东流到昭平县 被称为桂江 清幽的江水 弯弯曲曲的滋润着 这个长寿之乡的田野山川 已经105岁高龄 武士同堂的冯一青老人 就住在昭平县城的老街上 年轻时 冯一青受过不少苦 19岁嫁人 与丈夫生育了四个儿女 29岁那年 丈夫就不幸去世了 冯一青都身一人 既要照顾生病的婆母 又要养育四个未成年的儿女 家里经常接不开窝 没有吃 就是自己去教身后 教得好多的资料多 生活的磨难 没有压倒自己 相反 他总能乐观包容的知识人生 当儿女们长大成人后 冯一青又先后到南宁 沈阳等地 帮助他们照探孩子 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主动去适应 陌生的环境 也总是能教导 很多朋友 对于冯一青来说 正直人爱 是他的作人 出自他 我一样外水我都不斗过 你一样坏色还没做过 我都不怕 我没斗过外水不怕的 好方便 《论语子汉》中说 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也许正是这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包容宽厚的善良心胸 让冯一青坦然地度过了百年春秋 其实就是打开你的心胸 我看在我家的 广大 你心胸广大 一个人他是有包容 对别人的尊重 以一种平和的心态 对待自己的问题 如果用佛教的一句话来讲 就是一个仁者的话 他就心无挂碍 孔子说 仁者爱人 仁者是仁爱 仁厚仁义的人 大德必得其寿 说的是胸怀宽阔 充满爱心的人 一般都会长寿 清末民初学者梁廷灿的 历代名人身足年表一书中 统计了五百六十一位高僧的寿命 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年过七十 这些高僧是怎样获得长寿的呢 2012年4月 高僧世本患在深圳弘法寺圆寺 此前他刚度过一百零五岁的生日 本患长老一九三零年出家 是南禅林己宗林己法派第四十四代传人 在八十多年的佛门生涯中 经历过许多战乱和生活的磨难 但他始终乐观淡堵 年轻时的本患 曾经刺破舌头和手指 用血抄写经卷 以此修身养性 就算年过百岁 每天的功课也必不可少 高僧四点十八分起床 夜晚九点钟睡觉 天天雨室 一天二十四小时 吃了九个钟 还有十五个钟 这十五个钟 就是用功的时间 一百零五岁高龄的本患长老 每天要接待数以百计的来访客 在别人看来 实在是劳心劳力 但长老说 但长老说他是身类心不类 与自己的师父活了一百二十岁的虚云老和尚相比 自己还只是个小和尚 小宝贝比 小宝贝 一百岁的小宝贝 六岁了 六岁了 人者就是那种心地善良的人 喜欢做好事的 那么与人为善 这样的人他活得很踏实 因为他帮助了别人 别人就会感谢他 说你的好话你活活上 你帮了我大忙了 你心肠好 人都爱听好话 听了好话你自己是不是心情就好 心情高兴 你当然你的机体那功能就好 养生之道 莫大于养得 本患长老认为 生命无常 寿命自然有限 人生必然有生老病死等痛苦 而历代高僧之所以长寿 是因为他们用心向善 得高仁爱 他们的寿 在这里也不仅仅是时间的延长 更是一种境界的延续 李济大学中说 修身在正其心 养生先养得 而养得需要从端正自己的心地开始 与众多高僧大德长寿的情况相类似 从今至今 中国很多著名的书画家也大多长寿 尤其是现当代 著名书画家们的平均寿命 更是超过了九十岁 虽然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 但随时间河流沉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 依然 人 和 格 兽分不开 它广泛地作用于人们的日常心理 生活习俗 行为模式 和人际活动等诸多方面 并以各种不同的形态 延续和传承着 并以各种不同的形态